那么台湾这个市场是我们Reway大概第五年 第六年的时候 我交代一个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伙伴 叫他去台湾 那么他就一个人去到台湾 那么就在咖啡厅开始 那时候没有公司 就我的一句话 我叫他去台湾 他就去台湾 他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一个 加入马来西亚的第一个人 他就一个人去到那边 在咖啡厅 找他的认识的朋友 找他一些伙伴认识的朋友 就在咖啡厅开始谈谈谈 谈立威 每天在咖啡厅开始谈 谈了有这样的一个规模过后 慢慢慢慢我们公司开始进去 然后开始有公司 然后公司也是小小间开始 当时的会议室也可以做大概二三十人最多 非常小间的一间办公室 台湾是这样开始的 那么经过大概十年左右 我们在一个可以算是直销王国 一个四五十年非常成熟的一个很小的地方 台湾 四五十年的这样的一个直销历史 里面很多很大型的直销公司 竞争非常激烈 甚至已经接近饱和 接近非常成熟的直销市场里面呢 预备短短大概九年的时间 八九年的时间 脱颖而出 成为直销业里面的第一名 台湾是 当然 为什么我讲台湾 因为台湾比较明显 因为台湾你的业绩啊 你的所有的一切呢 你都藏不了的 什么东西都在报纸上登出来 它什么东西都会在杂志上里面登出来 它绝对不是秘密的 我们在马来西亚有时候我们还可以进行 在西亚国还可以进行 我们做得好 人家不知道 其实我们在很多国家 我们都是第一名 不过台湾比较明显 为什么 因为台湾会爆出来 你没得散 他一定会 他每年都有这样的排名 一定会有第三方的人 去统计这样的一个数字 不过为什么要强调台湾 因为台湾确实 算是不容易的市场 很多人要在里面生存都不容易了 因为那个是一个很成熟 很多高手 很多厉害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 都在台湾出来 包括我们新加坡 马来西亚 东南亚的这个整个直销市场 很多 不要说很多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这些做直销的人 我们曾经做直销的人 我们所学习的 学习直销这个行业的对象 都是台湾上线 台湾人 好 那我们一个小小的新加坡公司 当时 去到这样的一个国家 高手如云的国家 我们脱颖而出 还可以成为第一名 所以这边里面要归功一个人 今天这个人在现场 他也是整个台湾 我们立威国际的这个 立威台湾的这个大组里面 他是所谓最大的一个组织 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个不同号码的大领导人来欧洲谈了 所以你们可以可以听到不同组织的文化 那么这个人在台湾里面目前是最大的组织 但是我认识他 他就是一个在台湾里面最勤劳的一个人 也是最肯付出的一个人 也是他整个组织非常爱当的一个领导人 今天有他出现在这里 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福气 我们掌声欢迎 林静大哥 我们掌声不要停 再给我们总裁一个热烈的掌声 各位欧洲的优秀的领导人 各位欧洲的优秀的领导人 大家早上好 好 那我习惯的问候也是这样的 驴位的家人大家好 好 那为什么用家人来问候呢 因为有一句话在法语是这么说的 他说不是一家人 我入一家门 所以我们就是绿位的家人 所以来到欧洲 我很高兴 我来自台湾 绿位38人创始人 那来到欧洲 今天我所主讲的这一个主题 叫做产品 讲到产品的时候呢 应该来说 是我最不想讲的主题 那为什么是最不想讲的主题呢 因为当我跟你在分享产品的时候 你第一个观念 你第一个想法 就是我要卖你产品 所以当我如果跟你谈产品 其实非常容易 其实应该要好好的 再给我们老板一个掌声 好 为什么要给老板一个掌声呢 因为他已经把产品变成一个OPP 很简单的 我们带着这个OPP 去跟大家分享就好了 所以要讲产品 其实是很容易的 好 那我今天要谈产品呢 怎么样的谈法呢 我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个人 我个人呢 从小时候 居住在台湾的 这个高雄的火光山 大使幼苑 当我在那边成长的时候呢 没有父母亲在陪伴 只有一个人 在这边成长 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 离开了 造了社会 我全部都只有一个人去做奋斗 当我在奋斗的时候 我做的事情 有一个想法 有时候我今天要做每一件事情 我都从基层做起 我会从最底层的 开始在运动 而且在最短的时间 在那一家公司 或者到哪一个场合 我都希望成为 那一个老板下就是我 而在人生的过程中 我对我的态度 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努力 所以 当我在努力的过程中 我过去在40岁以前 我就是一个打工主 所以打工主呢 我发现一件事情 打工 如果一直在打工的过程中 其实是不稳定的 在我们学校教育我们 要用工读书 努力读书 以后找个稳定工作 后来我发现 找个稳定工作 真的稳定吗 我个人 常常会去做学习 去学习很多不同的领域的东西 那也常常会去接触很多的人 那我常常会缓醒自己 缓醒自己 缓醒自己什么呢 缓醒自己说 假设 过了两年三年 我这个生活 是要这样过一辈子吗 假设要这样过一辈子 不是我喜欢的 我就要转换了 所以在我人生的旅途里面 我走过了很多的各种产业 然而每一种产业呢 都是在于当时市场的 刚蒙起的一个产业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 在40岁 40岁呢 当时有一本书 热卖在台湾 而那本书叫做 《护爸爸穷爸爸》 我不知道在场的所有的领导人 是不是里面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当我看完那本书的时候 我的想法改变了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成为护爸爸 所以当我想要成为护爸爸的时候呢 我就离开传统产业 但是当我要离开传统产业的那一刻 其实我是很难做决定的 那为什么难做决定呢 因为我的老板 当时给我的薪水 达到当时的台币是7万块 加上奖金一个月都十几万 所以要离开这样的一个 现有的一个成果 其实很难做决定的 但是因为我想要成为护爸爸 我忽然解胆的 我就直接告诉他 我不要做了 我就离职了 所以在离职的过程中以后 我就在市场到处跑 而且我是很热情的 参与了很多很多的活动 只要有人邀请我 我就会去 只要有人邀请我 我就会去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认识了很多的人 那中间也参与了很多的产业 包括有进水器的产业 然而我的推荐人 各位 我可以借他的掌声 给我的推荐人 在台湾的邱燕豪 飞马铃队酒 舞環 给他一个掌声 好不好 因为我们在进水器认识 那当他开始做了绿位的那一刻开始 也就在2010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做 那2010年开始做的时候 每一年都来找我 用尽各种的方法 要来找我来做绿位 当时的我 我不想要做绿位 为什么不想做绿位呢 其实当时的我 会接触到绿位的情况是因为 公司都会办OPP的活动 那他会 他的好多的 我们的一些的朋友 都会用验的方式 把我带到那个会场去 那会场去的时候 我就听到那个OPP 我就觉得 哇 这家公司老板很厉害啊 为什么很厉害 因为很会包装啊 怎么可以把这个东西 讲的这么好啊 但是因为我本身 也是专门在做设计的 我专门也是在做设计的 从零变有的 所以我很会搬一些的东西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这样讲 他就是一个一般的市场上 所认定的叫保健品 然而各位 你们觉得在市场上的保健品多吗 应该非常多 然而保健品谁有条件去卖 基本上都是药师啊 医师啊 这些人来卖是合理的 然而我们完全没有医药背景 我们凭什么去卖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如果来卖一个保健品 其实很容易挫折 很容易被打扮 在我在市场上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很多 我不想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有一个人 会来告诉我 这个保健品呢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 举例哦 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这个他的保健品是可以吃到什么 原来糖尿病要去搅的 就吃了产品以后不用去搅 所以在这过程中的时候 要叫我讲这句话 我讲不出来 为什么讲不出来 因为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很多 所以在要求很多的情况下 要去讲这句话 我就很难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不愿意去接触 再加上我也不愿意吃保健品 我个人对保健品的一个想法 有很多 那今天就不在这里稀疏 以后有机会 我再跟他分享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不愿意吃保健品的人 所以我也不可能做保健品 我不愿意去跟他讲说 保健品可以吃到多好 我也不可能做保健品 然而今天很奇怪 我是不是又站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讲产品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什么 机缘 那这个时候呢 我要回想到哪个时候呢 回想到 这个2014年的时候 那2014年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要谈产品的概念 产品的概念里面呢 今天有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可 可借力的 各位 我之所以 会来做绿位 第一个是因为可借力的 什么叫可借力呢 就是因为我认识的 推荐我的人 叫做邱雁豪 这个邱雁豪 这个邱雁豪本身呢 在台湾属于 在台湾所有的社会层面里面呢 是很不容易的一个高材生 为什么说呢 因为他是台大法律CPA的 各位 台大法律CPA 在台湾 目前 在台面上的 我们的总统 都是台大法律CPA的 所以 我跟他在相处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人 让我觉得很安心 所以如果 我要跟他合作 我可以借用他的力量 那所以我说想可借力的 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 我常跟很多人分享 我说今天 如果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我没有能力 那我也有没有办法 去借到别人的东西 如果能够借到别人的东西 那真的是太简单了 所以今天可借力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我今天的分享里面 我会告诉各位 我们的reway的产品 到底可以借到什么样的力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 谈到可借力的时候呢 就要谈到2014年 2014年的应该差不多 11月 12月 12月初的时候 我在这一个台湾 刚好我那时候是做通路商 那我的推荐人是一个产品商 那他本身呢 在推广产品呢 都用各种方法去找通路 然后我是通路商 所以那一次我们有一个活动 那个活动呢 就在我们的一个会场 那会场的时候呢 他被邀请去 我也被邀请去 但是我们两个都不知道 两个各自要来到这个地方 结果来到了会场的时候 他一看到我 非常的高兴 他就告诉我说 金大哥 金大哥 他们都叫我金大哥 我刚刚好像没有介绍我的名字 那我的名字叫做林基盈 好 那这个时候他要跟我进 大哥 我等一下可以跟你聊聊天吗 他跟他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说要聊什么 他说等一下再说 这时候我再问他 那要聊多久 他说看你的时间 哇我觉得他讲话 这个无懈可及 他如果跟我讲说要聊reway 我就说没兴趣 那如果他跟我讲说 要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没有时间 可是他讲话无懈可及 所以我也只能 就这样咯 但是开始活动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活动了 那活动完了以后 我就想要跑了 就他的脚跟我的脚 因为他的高度也高 也蛮高的 所以就躺在我的面前 在我面前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静大哥来我们 他就跟我讲说 静大哥来我们旁边有一个沙发 刚好就说来我们旁边的沙发住 这个时候他开始跟我谈reway 当然前面有谈到一些东西 但是那些东西呢 其实都还没有让我有很大的浓厚的兴趣 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拿了两本书出来 第一本书 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什么书呢 叫做郑山 他拿这本书 这个封面人录 当时不是这个人 那个现在是我 好 那当时他拿这本书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说 这本书 在我们reway 国际这家公司的老板 也是我们的总裁 他想要把这本书 能够放在五星级的饭店 让这些的客人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去欢乐这本书 而且可以让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很多人的成长过程 哇 我看到这本书的那个感觉 哇 我就很想要成为那本书里面的人物 最重要的是他又讲的这个 封面的两个字叫做正商 他说正商 什么叫正商 在很多的国家 有人用正商的方式 在用欺骗让人家投入 那用正商的方式 比较容易吸引人 所以这是要骗人的 但是另外一种正商呢 这是我们老板想要做的 就是要做一个正正当当的商人 所以要做正正当当的商人的时候 哇 这句话就吸引到了 为什么 因为我做事情 我喜欢正正当当的 光明磊落的 我不喜欢用拐骗的方式 去跟人家分享很多的东西 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 他又谈到了后面的几个英文字 其中就讲到reway 他讲到reway是什么呢 他说reway就是right way的第一次 什么是right way呢 right way就是正确的道路 哇讲到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诱导我对于这个的好奇心产生了 当我真的好奇心了以后呢 他就翻开里面的页面 开始介绍里面 让我看到非常向往的对象 首先第一个 他翻开那一正商里面 就找到一个页面 整页的就是一个人 而第一个人他介绍的是谁呢 今天我们有在现场 就是我们的David Yeo 我们给他掌声一下吧 结果他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David Yeo 他现在是我们的飞马 那他本身呢 有糖尿病 而且糖尿病呢 严重打到四肢岛数 而且吃得不低 吃得很好 原来有白斑 有什么问题 结果吃得很好 所以现在做到飞马 我一听到这个的时候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我想什么 那如果我今天要做REWAY 那如果这个人是有糖尿病的 那我是不是要到人家家里 先问人家 你有没有糖尿病 如果你有糖尿病 我再给你介绍 但是我如果你有没有糖尿病 你会说什么 我没病 你有神经病 所以在这过程中的时候 最后人路 并没有办法影响到 接下来他又介绍了这一号人路 他又讲到周莉 那我们给周莉一个掌声 他说这一号人路呢 是Daliyo的什么 他的干儿子 哇 他说他原来是在手机店卖东西 那他也成为费马领队 我说无话 户子一起做一个生意 我这不容易啊 为什么 因为 台湾我们的华语有一句话讲 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 因为有可能破掉了什么都没有 能不能可以户子同坐 哇那真的是不同的一个事业啊 所以引起我有点开始有点 兴趣的 当然他介绍还有一些人啊 还有一些人路 我就不在这里细数 但是真正影响到我的 会让我决定要做Dway的 就是下一个人路 而这个人路呢 今天也在现场 所以我们欧洲的我们的领导人 非常的幸运 今天以老板的安排 真的很特别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安排到欧洲来这个分享 但是我觉得 我很感恩 另一位 尤其我们的总裁 可以给我这样的机会 好看一下下一位 这位呢 就是Andy So 我们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 那Andy So 他是怎么介绍他的 他说这个人 他原来还没到Dway之前 他是一个户债千万的 而来到Dway了以后 一年还清还有盛 哇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整个热血沸腾 为什么呢 因为他告诉我说 一年户债千万还清还有盛 假设你跟我讲说 这个生意可以做 那我都会问你怎么做 那很多人会告诉我说 去卖东西 那我会问你怎么卖 假设你跟我讲说 那先卖东西 我说那要卖个谁 那对方一定会说 那先卖给认识的啊 我说那卖给认识完了呢 我要卖给谁 他说卖给不认识啊 我跟你讲 这个生意我就不做了 哪有人做事情做生意 是越做越累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让我 引起我的兴趣 所以他 互债千万 为什么互债千万 会引起我的兴趣 因为我在想一件事情 如果一个人 互债千万 他周遭的亲戚朋友 还敢跟他相处吗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打电话给他 他都不敢接啊 为什么 一接就是借钱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小心接起来 还要说什么 对不起 他说他不在 所以 这是过程中的时候 让我想到了什么 是不是我的机会来了 所以那一天讲完了以后 我就接着下一个行程去了 在下一个行程去的时候 那我就回到家里应该十点多 这十点多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做什么 先回去洗个澡 那洗个澡 每一天我都有一个习惯 那个习惯就是什么呢 就是回想一下 今天早上 我开始认识跟谁见面 讲了什么话 讲了话 是不是有一些 该调整的 或者少讲了什么话 或者应该多讲什么话 我说回去 就会做这个功课 所以呢 一直想想 哎想到下了 硬行不过讲的 NT壽 库菜千万 还有剩 其实当时他总共拿了两本书给我 其中一本书叫做正商 另外一本书叫做什么 在台湾 我当时就看到这本书 我整个晚上睡不着 为什么呢 原来本书写的叫做 富豪机灵的秘密 活细胞疗法 所以我看完了 当天晚上 我正常以前 我的习惯 今天你给我什么东西 我顶多就放在桌子抽屉 放着我就不理他了 但是一听到 想到 一个负债千万的人 可以这边还清 还有剩 哇 我就赶快把那本书拿来翻 一翻完了以后 我整个晚上 开始做功课 什么做功课呢 把书看完 接下来上YouTube 为什么上YouTube呢 因为我常跟他讲 很多人 会选择去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 会到Google Yahoo 然而Google Yahoo呢 往往都是一篇文章 后面的 会怎么样 会阻挡我们做很多的 什么决定 那我本身对一个行销 有很多的了解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选择YouTube的原因是因为 那个文章可能大部分都是 是负面在前面 因为如果今天很多人 今天可能是第一次来 那你回去要了解 立位的时候 你会上Google去 Yahoo去搜寻 在搜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 那为什么是负面的呢 因为负面的就是 当每一个人都点 点阅率 就是他可以排列的顺序 所以我不选择Google Yahoo 我选择到YouTube 哇 一看完YouTube 一直看 一直看 看到了凌晨四点 其中还看到了一个 在2013年 也就是刚刚总裁所说的 本世纪对他的商机 本世纪对他的商机 他讲到的 那时候讲的六批 哇 一听完里面 很风趣的讲到 Flyboy的一个故事 可以讲到说 可以介意里面的干细胞 哇 哇 这时候就让我觉得 想要好好的研究这家公司 所以凌晨四点 我听看了很多很多以后 隔天 趕快不看了 睡觉 十点的时候 我打给我的推荐人 他已经追了我四年 我自己主痛打给他 你觉得他会觉得真来假的 我跟他讲什么 我说 从今天开始 你公司有什么大小活动 请你告诉我 我要全程参与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我就每一天 只要有我的时间 我就把这个时间放在绿位 在绿位的过程中 我还做了什么功课呢 我还把这个东西 叫他拿一瓶给我 当时是第四代 三十颗的一瓶 我就拿了这一瓶 去当时找一些 我认识的朋友的医生 找我一些 这一个认识的一些 干细胞的教授 这一些去问他们一些话 问什么话呢 我说来 假设今天市场 有一个东西叫做干细胞 这个干细胞的生意可不可以做 结果对方 每一个人都跟我这样回答 他说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如果是干细胞 那我告诉你 它就是未来的趋势 也是未来的主流 我一定闻这一句话的时候 哇我整个更是热血不贵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都会补一句话 他说凭什么这一罐 里面的东西叫做干细胞 所以他们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都是很赖品的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做的时候 我就会想去搜集各种资讯 我就会想 没关系啊 我先做再说嘛 但因为里面 里面的产品里面 有一个叫做入胎盘 那我当时想法是什么呢 胎盘素 在市场上 应该很多女性是最喜欢的 为什么 因为女性都喜欢养颜美容 对不对 所以刚开始我所定的对象 都以女性为主 因为如果他们吃的越来越漂亮 他的朋友就会来问他 所以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当我要开始做的时候 我开始美会必到美到必会 最重要我开始认真要投入 是在2015年1月3号 那这个过程中 前面我还参与了一个活动 那个活动呢 是在12月8几号 一个礼拜 请会忘记的 那一天刚好是公司的NDO 所以那个NDO呢 邀请了拿督来到了会场 来到会场的时候 拿督一上去讲话的时候 他说各位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们在做日味是一个生意 而这个生意讲了很多生意的方法 我一听完我就想 这不就是我要的吗 拿督讲的这个东西太棒了 来给大家掌声一下吧 所以在当下的时候 我就决定要投入日味 所以当我1月3号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没有想要做登日味 长相左右 我也没有想要跟日味做多久 我就想一件事情 我能在这里最短的时间 赚多少钱 那当我做很多钱了以后 我就可以开始做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只要在这里赚钱而已 所以我就在想 好 可是呢 当我开始投入了日味 我发现日味 真的让我非常地感动 让我觉得做日味 真的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很难得 甚至是我这辈子来讲 最重要的选择 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日味一个掌声 好 所以当我做日味的时候呢 我个人有一些习惯 那个习惯呢 不做就不要做 要做就要把他 可以做大 可以做大 各位 怎么样做大 其实我很清楚 我要做大 我有些方法 我的方法 我跟各位透露一下 其实我常常讲话 讲到声音傻哑 很多人会告诉我 说金颖大哥 你是不是要换一种说法方式 我也很想 但是呢 后来我想一件事情 其实 当我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用认真 用心 用心的方式在做 所以 我要跟一个人讲 其实我不是跟一个人讲 我想要跟的是 他的后面的一千个人讲 所以我要做大 就从一个人 我就可以把他做大 我不需要很多人 才能把他做大 所以我要做大 这是一个基本 为什么 因为在护爸爸名 护爸爸穷爸爸里面 他就要告诉我们 要先做大 才有机会 让自己可以做到什么 变成做到稳 好 我们要做大 不是只有做大 还要做到稳 因为如果没有稳 有时候 做的事情 做了一下子 又要重新再归零 又要重新再开始 所以这是一个 人生里面 常常很多人 会面对的一个选择 因为常常 一下子遇到的问题 解决不了 必须要重新选择 有些不是我们自己所愿意的 所以你要做大 要再做稳 那要做稳 就是要怎么样呢 举例 我在我们团队 刚开始的时候 我要稳的逻辑就是 只要来到我们会场的热力的人 他将会永远成为我的团队的一员 而创造一个叫做零流动力 要创造零流动力呢 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想办法努力 去做到零流动力 那接下来我要做的什么 做的够久 因为要做一个事业 有的产品这么好 能不能做久啊 那为什么 因为市场的变化很多 你有的产品 别人还有更多的产品啊 你有的好产品 比那个产品比你更好啊 所以你能不能做久 其实很难的 好 再来能不能做远 那在台湾 我们的远是什么 整个台湾就够了 为什么整个台湾就够了 因为台湾的市场就足够 以我们可以做到多大 所以我要做另一位的时候呢 我的想法是要做大 做稳 做久 还要做远 那远呢 我从来没有想象 可以远到欧洲来 好 所以 可以给我一个掌声 可以让我在欧洲 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的团队呢 从我一开始 我就有一些人 作为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那我的做法呢 叫做钓鱼理论 什么叫钓鱼理论呢 就是很多人 常常找人一起合作 就是把鱼干给他 来 你自己钓鱼 那你钓了到鱼 我就吃 你不钓到到鱼 你就离开 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而我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的方式就是 刚开始的时候 我陪你钓五次 而这五次是由我钓给你吃 当我钓五次给你吃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你在旁边看 那接下来第六次的时候 我就把鱼干给你 你钓给我吃 在钓的过程中 我会协助你 你可以调整调整 甚至我自己下来把你钓 在这六次到第十次的时候 顺顺利利地钓起来 但是到了第十一次的时候呢 我就把钓鱼丢给你了 我就不再出现 我就看你能不能自己把鱼钓起来 如果能够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五 都把鱼钓起来的时候 我就会找你来 我说来 这次钓鱼给你 从今天开始 你去找你以前的能力 以及你想象未来的能力 把这一支鱼钓变成一个真正的钓鱼高手 让你自己清出一栏胜一栏 所以在这过程中的时候 我就用这样的方式 不断的去让我的团队跟着我的人 可以越来越好 我常常很多人问我 金大哥你很奇怪 刚刚总裁有说 他把B位创造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有没有 那其实我也是一个怪人 什么是一个怪人呢 我个人不买车 我个人不买房 我只有在台北的军乐饭店 从做了绿位的第二年 一直到现在 做了绿位九年 在第二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我都住在台北的军乐饭店的总统他房 为什么 因为我在想 因为我常常在想 他们说 你不买车 不买房 你到底为什么努力啊 那我常常被问这句话了以后 我常常一直在想 到底为什么努力 后来我发现 我的努力的方向在2017年定位下 我2017年的时候 在台湾有一场的地震 而这场地震呢 很多人被这一个带走了 死亡了 但是当时的时候 我想 如果那场地震不会在里面 那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那我到底活了一辈子 有意义吗 所以在当下的时候 就开始回想 我发现 过去的我都回想的还不错 但是我想 那我活的不是到今天啊 我还有未来啊 还有很久的时间啊 那我应该做什么 我发现做绿味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告诉更多人 健康很重要 请问各位健康重要吗 重要 请问各位健康重要吗 重要 请问各位健康重要吗 重要 好 为什么要问三次 因为我很清清楚楚 很多人都觉得健康重要 可是常常都忘了应该要煮健康 所以健康是要被提醒的 然后我们很多人为了很多的 包括读书啦 包括工作啦 都在熬夜 根本不注重自己的健康 其实这一些都会损害我们的健康的 再加上现在的空气阳光水 我们的必需品 就出现对我们健康的伤害 所以在这过程中的时候 我的想法 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些 对社会 对人类有贡献的东西 就是不断地提醒健康很重要 因为健康 如果没有健康 很多人会很痛苦 很多的家庭也会很痛苦 那我有没有机会 从我个人开始用这样的方式 包括我们团队的人 都用这样的方式 告诉很多人健康很重要 而过去的健康 我们只能靠医生是要打针 为什么 因为过去生病了 看医生是要打针 是从小对我们教 把我们教育来的 所以在这过程中 我就认为健康很重要 但是有另外一种方法 大家就不知道了 那个叫国系保留法 所以我们的目的 就在2017年那一刻开始 我就说 我要做立会 但是我做立会 我已经把它当做终身置业 什么叫置业 不赚钱我都要做 所以 他没有掌声了 但是立会是不可以有钱的吧 但是不赚钱 我都要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把我赚的钱 再回到我们的团队里面 那我们的团队的人 我把立会当做是我的使命 而这个使命就是 让我可以去帮助到 想要被帮助的人 给他们一次机会 告诉他们说 立会他的健康的改变 是有不同的方法的 他不把你的收入 也是有不同方法的 所以这是当时我的想法 所以在这立会做的过程中 我一直想要去创造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成果 其实立会是一个直销公司 在直销的话术里面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那句话怎么说呢 他说期待内必有老阴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什么叫期待内必有老阴呢 若你只要坚持 愿意不断的努力 愿意不断的付出 愿意不断的投入 那期待内必有一个能力很强的人 可以成就你的一切 但是我的想法是 如果我要做 我不想要做期待内必有老阴 我要让他变成什么呢 看一下 叫做律位时代非马 什么叫时代非马 就是我推荐的一个叫冯一恩 那现在他已经成为我们律位国际的天龙首席 我们是不是给亚人掌声一下 那天龙首席胡亦恩又介绍了一个幻名区 而这幻名区本身是一个营造主的老板 当时的营业额有4亿的营业额 那是因为来到了律位 把他公司卖掉 甚至老婆一起来做律位 全家都在做律位 那接下来又介绍了一个叫存农历 这个原来是一个家庭主妇 那接下来介绍一个叫何海域 这个何海域是一个 这一个叫做这个美容师 那接下来又介绍一个王子琪 王琪厚秉仁 而厚秉仁是一个牙医工会的礼商 也是一个牙医师 所以我要开始做律位的时候 我把他当作使命的时候 我告诉很多人说 我们不到底告诉更多人 为我来我们的身份地位会超越医生 然而厚医师也成为我们的非马领对医 那接下来有一个这一个叫王佩卢 还有一个叫做黄玉卢 所以各位你们想像 一家公司一个团队里面 可以一个介绍一个一个介绍一个 全部成为荣誉非马领队 难而因为我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团队在上个月吧 应该已经达到了240位的非马领队 好讲到这个地方 那个都是过去式 那接下来谈的女位的一个最重要可以接力的地方呢 应该就是好来高价位 各位我们要做生意 我们要赚钱 我们应该做的是高价位的生意 为什么是高价位的生意呢 因为高价位的生意可以接触的层面 会不断的提升 而且高价位的生意呢 它可以获利比较多 好其实各位很多人说我们是直销公司 所以很多人说我们应该爱直销公司 所以有时候我就很对我自己 我没办法接受 为什么 曾经有一个教授曾经在我面前问我 他说金啊你到底懂不懂直销 我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不懂直销 但是我懂绿位 为什么懂绿位呢 因为绿位是高价位 但是一个高价位 要卖产品容易吗 不容易 但不容易的时候你去卖 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的心态 叫做货比三家不吃亏 最好买越便宜越好 对不对 再来卖产品 会让人感受到 你要卖我产品就是要赚我的钱 所以既然要赚你的钱 我们就赚多一点这样好不好 所以高价位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接下来可以从务消费 这个从务消费呢也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从务消费呢 很多的生意它就停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让高价优人从务消费容易吗 那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个 我当时在2015年做了几个月了以后 发生的故事 那个故事就是说 有一个我们的领导人告诉我说 金大哥 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我家里 帮我去谈一些我们的朋友来到家里 来帮我谈 我就去了 那去了谈谈谈 谈完了以后 很多人就先离开了 那他们就说 那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吃晚餐 就是当我们那个时候呢 总共有对面三个人 那我坐这边 所以三个人跟我坐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坐在沙发上 就当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呢 诶 十钟刚好 六点钟 诶 他们家的钟竟然会响诶 叮叮叮叮叮叮 结果你知道我 看到一个景象 让我吓一跳你知道吗 因为对面三个人突然站起来 我说突然站起来要去哪里呀 结果这时候三个人 竟然走他们的柜子里面 拿起来一人发三颗 所以可以从路消费吗 那我告诉各位 这从路消费里面 我们在台湾 他们有一个大哥七十几岁的 这七十几岁的大哥呢 很有钱 但是呢 人有钱最怕就是什么 年纪老了吧 或者是人有钱就怕生病啊 所以那个时候他接触我们的时候 他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跟你们年轻人没等比 我有钱要干嘛呢 所以他就决定好好的来 买我们的产品认真的吃 各位 他怎么吃你们知道吗 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那他的吃法是一天吃一瓶 普天 结果你们知道吗 他竟然可以让那一个什么 我们的这个他已经七十几岁在台湾的 这个交通里面有一些补助 所以他买了补助的票 但是有车长来做这个 这个什么检票的时候 在检查票的时候 就发现一件事情 你怎么那么年轻 为什么你买老人票 你的身份证拿来看看 就当他拿身份证 你看的时候 他说这是你 这应该是你阿公吧 为什么 因为他变得年轻的很多 所以当消费有宠物消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最重要的是 产品会说话 好 接下来是什么 消费很快 刚刚如果吃一瓶 这样消费快不快 所以我们团队 常常比赛吃产品 就是 常常跟我们一起拍照 来自己吃产品 一次 有人吃十颗的 我曾经有示范给他们看 他们说 怎么可能那么大颗 吃十颗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能够高价位 又可以从消费 又可以消费很快 这是很重要的 然而 现在 有一位 在这个 从我加入的时候 是第四代 那第四代呢 一直到现在 已经叫第七代 其实 现在已经不再 谈过去了 应该谈现在 而 谈什么呢 谈现在的优势 而这优势叫什么呢 叫做高科技 各位 例如的普蒂尔 你不要想看它 这么一颗胶囊 因为这个胶囊的高科技 它具有五大专利技术 而这专利技术呢 非常的了不起 因为这专利技术里面 可以把所有的产品呢 这一个用最高的方式去萃取 包括有入冻 入胎 这一些的东西 把它融合在一起 最重要是什么 我记得在第四代的时候 我去参加公司的培训会 在培训会的时候 把这个马来西亚人 带来台湾的这一号人物 叫做三门王 三门王在台上 曾经分享一件事情 他说 各位 你们知道吗 现在我们的产品是第四代 如果第四代 要把它变成第五代 要加其他的东西 各位你们知道 他怎么说吗 他说 让这个所有的研究者 告诉总裁说 总裁如果加一个东西 他必须跟拳头一样打 但是 当时的总裁 告诉他们说 我就是要做 如果你们做不出来 我再找下一批 如果做不出来 我再找下一批 所以他要一直做 我要把它做到 可以达到 所以 再给我们总裁一次个打证了吧 虽然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第七代 而第七代有五大抓地技术 最重要里面有十四种成分 而 高科技 就是我们现在去到处更多人 这个干细胞可以对人的帮助 是用高科技来承承的 而这样的产品 只要你能够愿意吞进去 你就会知道这个产品的优势在哪个地方 因为产品会说话 那接下来 因为我们有十四种成分 而这十四种成分 我要把它当作什么 欧影万的商机 什么叫欧影万 就是说 举例啊 我们的手机 过去的手机 是不是可以打 拿着手机在路上打手 接电话 打电话 很好用的 对不对 但是有一个人 不满足啊 他认为不应该只有这样 他就想什么 能不能把家里的电脑 放到这个手机上 能不能把家里的这个录影机 放到这个手机上 能不能把家里的照相机放到这个手机上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这样子用 最后变成智慧型手机 现在各位有没有智慧型手机 所以REWAY这样的产品 已经是一个高科技 有一个all in one的概念 就是把未来 很多人一听要吃很多的保健品 但是 该吃眼睛的 不眼睛的 现在开始 就只要一颗可以取代 请问各位 这样的商机 打打 这样的未来 对我们 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我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能够把台湾 最后变成家家户户 每一个家庭 通通有我们普提尔一瓶 每天动作 来普提尔一瓶 普提尔两瓶 这样子的一个商机 打打 所以这样的产品 到底好不好 我不知道 但是我常常跟他讲 我只是告诉你 有这样的机会 你要不要愿意相信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机会 可能过去你在寻寻秘密 包括商机的机会 包括这个产品的机会 如果你愿意相信你自己 来到这个地方 你 将会改变你自己 这个产品 我常常举例 它是一个红色的 红色就像什么 一颗原子弹 你会把原子弹吞进去 当你身体 产生的变化了以后 你只要愿意把你的变化分享出去 你的呼吸将随之而来 你的财富将随之而来 而这样的产品 都在我们各位 我们所有人手上 我们要不要好好的发胃 我们要不要好好的 创造我们自己的未来 如果你想要创造你的未来 欢迎加入绿位 投入绿位 脱影而出 展现出让我们走到全球 让更多的人 因为我们做了绿位 他们可以收益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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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